本赛季的胡人榜眼狼左鲍尔被人谈到最多的两个方面,一个是他场外口无遮拦的老爹,另一个就是他奇葩的投篮姿势。 鲍尔本赛季前25次出场场均32.5分钟,面中率32.1%,三分球命中率24.6%,罚球命中率47.1%,甚至被人调侃罚球命中率不如同届的西秀塔图姆的三分命中率50%,实在让人为球哥着急。 对此,NBA中不少球星都给出了球哥足够多的建议,前NBA球星昌西比鲁普斯接受采访时,谈到了狼左鲍尔的投篮。 我记,我的投篮很传统,如果我是狼左的话,我会给凯文马丁打电话,他是我们联盟里一个有着奇怪的投篮方式,但是投篮特别好的人,并且他可以很好玩成出手,我会给他电话。 比鲁普斯说道,杜兰特更是直言道,我和凯文马丁打过球。 马丁投篮时可能要比狼左更歪,如果你能在场上打出高效表现,投篮特事或动作另类都无所谓,你仍然可以打得很高效,表现得很好。 现在这个情况和他的投篮特事没关系,而是他必须得有自信的投篮。 我认为这需要重复的训练。 杜兰特认为投篮特事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把球丢进篮筐。 而今天,另一位主角嫌NBA球员凯文马丁终于在接受采访时,谈到了胡人心性朗索鲍尔与众不同的投篮姿势。 人们一直在说,这孩子投篮很像你,我对他们说,没有人的投篮会像我,我从来没想过我的投篮姿势会再一次出现在篮球历史之中。 然后我看到了他的投篮,我说,我们的出手点和结束点一模一样,太疯狂了。 马丁说道,当被问及鲍尔的投篮姿势是否需要立即改变时,马丁说道,赛季期间不要瞎搞。 赛季结束后,坐下来评估所有事情,球员们现在不想听这些,不想听其他人说的什么。 在赛季之后,可能会有合适的时间来做这件事。 显然马丁认为,现在就改变球哥投篮姿势,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。 必须要评估是否有需要改变,因为突然改掉一个习惯,会让球员非常的不适应。 马丁刚入联盟也因为其他的投篮姿势导致糟糕的命中率。 但是后来通过训练,马丁成为是联盟最致命的鸡鸡手之一。 马丁在其NBA职业生涯中出战了714场常规赛比赛。 场均上场30.2分钟得到17.4分3.2个篮板1.94助攻。 投篮命中率为43.7%,三分球投篮命中率为38.4%。 如果球哥也有这样的命中率,那么就不会有人把目光盯在他的投篮姿势上。 更在意的是他如何组织和串联球队了,祝福球哥早日找到解决办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